第七天 我爸住院的第七天 过来看一下我爸 我爸昨晚是 闹过 住院的第七天 这一天爸爸的状况更加差了 口干舌燥说不出话 而且陷入了沉沉的昏迷 悟空告诉我 我爸的营养液几乎吸收不到 而且昨晚连续拉了五次 今天过来整个人就更加干了 我看见爸爸这个样子 内心是很慌乱的 之后我还问了医生我爸的状况 医生说 父亲的血细胞白蛋白指数度很低 而且打进去的盐血白蛋白 也没有好转的迹象 我不知道我 我送我爸进院到底是对还是错 但是我看我爸好像进院之后 好像身体状况变得越来越长 每天都没有玩火好的方向走 我还是不断的 不断的变坏变坏 看不到希望 我很心疼 看着爸爸的身体不断的变差 连旁边的阿姨也忍不住 劝我要做好那方面的准备了 你觉得我当初带我爸进医院 是好还是坏 肯定是坏的 不应该带他进医院 是啊 为啥 因为他已经这样子 你带他来也是 也是一个浪费钱 只不带他来就是痛苦 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 你是不是在家里 感觉到他很痛苦才带他来 对啊 就是说 他就是说你 你想的好 没有口吗 此刻的我就像沉入海底一样 绝望又无助 我不断的责问自己 到底要怎么去做 但此刻的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去面对这样的局面 看着已经连话都说不清楚的父亲 我感觉有点难以挽回了 内心十分的难受 但又不得不做那方面的打算 之后我打电话给二叔三叔 大姑母二姑母表哥等等的亲戚 让他们也了解一下爸爸目前的状况 村里面的长辈则告诉我 如果我爸真的不行了 就趁他还没断气之前 还是先送回家乡吧 因为如果断气的话 就不能回主屋了 到底该怎么去做呢 是放弃治疗还是带回主屋 一旦把了管 那就是生死相隔 从此我就没有爸爸了 但此刻身边所有的人 都要让我来做决定 我真的很迷茫 但我还是不想放弃 我还是做不了决定 因为放弃的话 我就没有爸爸了 我不想没有爸爸 我们一家过去几十年 都没有好好相处过 总是互相抱怨 总是吵吵唠唠 就没有体验过一家和睦 我很希望上天 再可以给我多一点时间 让我们一家人可以体验一下 家庭和睦的感觉 晚上七点钟了 今天我就决定睡在医院了 然后我爸的状况 已经说不了话了 动也动不了 说也说不了 意识也模糊 整天就算是一个昏迷的状态 就只有些水的清醒 今晚就在走廊放了一间床 然后今晚就睡在这边吧 今天我爸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的话 我只想陪一下他们 所以我今天我就直接睡医院算了 就陪伴我爸 就在这个走廊这里 陪我爸 现在就是 能陪就尽量多陪一下 不然陪不了 我也不知道能陪多久 所以能陪就尽量陪的 然后睡在走廊 应该也没啥事 有地方睡就是 晚上的时候 我跟我姐视频 让我姐看看我爸 跟他说 医生要求我明天去钻血 说我爸现在是属于极度贫血的状态 需要输血来维持生命 让我为明天的输血做好准备 而我是一个贫血的人 身边的人都劝我 如果贫血的话 最好就不要去输了 我自己觉得 可能说我什么意思 我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了 只要能救爸爸 我都会去做 这就是我现在能做的事情了